比如說我高一 但是我去的教室是高三的教室 對 所以都不是 那剩下畢業考的解答 對啊 沒有 我常常都避不了業 因為人家考不上好大學了 你們有沒有在 就是求學時期 就是有特殊的作弊方法 特殊的 我有一個可以分享 不是 不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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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弊 但是呢 我曾經在桌上看過 有人寫一下就是那種作弊的東西 然後我把它拆掉 你把它拆掉 把它拆掉 對 就是 等一下你又給你看的 你把它拆掉 因為那時候不是考試 可能就是我們同學要換教室 就是我們要分組上課 然後我坐到剛好這個人的位置上面 看到有一些小抄 我想說 要作弊這麼壞 我就把它拆 感覺拆掉 最後也是人家先留起來 然後他等一下要來考試 對對對 反正擦 因為我就覺得很不公平 就是大家那麼認真去複習 然後為什麼就這樣子 因為那個上面也沒有你要的答案 所以把它擦掉 對 對 等一下要考數學 但上面是國文 把它擦掉 擦掉 但是我們上課 像我們可能 比如說我高一 但是我去的教室是高三的教室 對 所以都不是 所以他剩下畢業考的解答 沒有 他就避不了 耶 因為他考不上好大學了 沒有我覺得這 就是要公平競爭對不對 OKOK 對對對必須要 那你們有嗎 不是我剛突然想到 那你們有被寄過過嗎 有 欸香港也是寄過嗎 對也是 也是叫寄過 沒有 我突然想到了 為什麼 你做了什麼 很荒唐耶 怎麼了 都看看 不是我 因為我們有一個老師是 就是 蠻急車的吧 大家在學校應該都有一些機車 有 下課的時候就會開始 狂罵他的那一種 然後 他就是有一個很奇怪的堅持 就是我們上課的時候 一定要抄筆記 他可以把選手 我們一定要一字不漏的抄下來 就不可以用自己 因為每個人抄筆記習慣不一樣 有些人會自己有一些重點 或是自己的方式 不行 我講怎樣抄 你們就給我怎樣抄 然後 有時候上課 有時候會比較混 或是怎麼樣的時候 大家筆記就會互解 然後 反正這內容都一樣的 而且他要我們去影印 課本裡面的東西 然後把它 有點像是自己做 做課本了 因為我們要把它上面 比如說一些文章擷取下來 然後下面再寫筆記 然後就做剪貼這樣 然後 那個是每一次的其中期末考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拼時成績跟 考試成績 那個就會佔了所有的平時成績 對 然後那一次是 已經要交出去 考試前一週要交出去 要交課本給他檢查 交筆記 他收所有人的筆記 然後他的筆記 那個就是平時成績 然後他把筆記進來 然後一進來之後 就先拍桌子 然後把那些筆記全部摔在地上 好像是幾點 對啊 好兇喔 其實高中老師都很幾點 真的 然後他好像看太多那種 雞道現實 真的 對 我們想說 等一下現在哪招 他就先摔 我就把筆記全部丟在地上 然後 他就開始拿他的點名簿 然後 我叫他的給我站起來 然後 對 我就 怎麼了 然後 因為我在學校 不是什麼 我蠻 不是什麼非常好的學生 可是我自己都是很守規矩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想說 發生什麼事了 竟然有我的事 結果 他叫我們全部站出去 走廊上了 然後 要幹嘛 就說 他叫我們站在黑板前面 就是給大家看 他說 我是不是說過 筆記 自己的筆記自己抄 自己的筆記自己寫 自己的筆記自己做 然後 你記得很清楚耶 因為我這個人生第一次被擊打過 然後 他說 他就把那幾本 他在改的時候 他就發現 那幾本的 錯字都是一樣的 就跟人家抄字一樣 然後我們 對 重點是 我們抄的是 我們班的 第一名的 那他不就是也是被叫出去站了 他沒有被叫出去 蛤 老師應該都知道了 知道他是 對 就是他可能知道我們是抄他的 對 然後 他就是 就犯了 不知道為什麼犯了他的大忌 可是他的大忌就是這個 然後他就為了這個 一人忌我們一直打過耶 就是好像你們抄襲什麼什麼的 但筆記而已耶 抄襲 不是什麼 現在入文都可以抄襲了 你在抄襲 欸 欸 沒事啦 沒事吧 沒事吧 對啊 超超筆記而已 對啊 對啊 筆記抄襲但有關係 對啦 好大過 我因為這樣被自己打過 然後平時成績零分 蛤 然後是後來我們班倒也覺得 因為突然自己班的學生一次將近十個人被自己打過 他突然覺得事情有點不妙 然後他就跑去跟那個老師溝通了一下 希望可以用別的方式 因為畢竟自己 服務什麼之類的 嗯 對 就是有要做那個服務時速 跟寫悔過書